連勝文最近積極展開 向市民學習的Working State 但是影片中都分別出現小瑕疵 被網友抓包 像是在寧夏夜市 體驗攤販生活 隨乎寸步不離 手上還捧著連勝文要喝的咖啡 來 全車子有什麼問題嗎 今天要換機了 綠色Polo三男子 看到機車行電員是連勝文 態度很自然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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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ing State的影片 是凸顯連勝文 向市民學習 但來修車的車主是安排好的 連勝文的活動組成員 被網友質疑言很大 在場我們去UB道 萬一如果現場沒有別的機車 我們有請一位幕僚的機車來修 連辦認為這不能定義為靈眼 但側盤的Working State 出現被挑剔的瑕疵 還有這支 我的手絕對是乾淨的 特別跟您報告 拿著50本錢不好意思 跟你收50塊 連勝文到寧夏夜市 賣豬肝湯 隨乎寸步不離 頻頻入境 在連勝文做出火 準備工作時 手上還蹲著一杯咖啡 Standby 網友因此把這個畫面 和影片中連勝文 喝咖啡的片段做連結 我們其實並沒有讓他 把這畫面刪掉 因為我覺得這是刻意的 刻意去刪掉 反而是矫情 連勝文Working State 兩次出擊 兩次都被質疑 向北市學委會申報的財產 也被查閱分享 指連勝文兩名分別 六歲和三歲的小兒子 連定節 連安節 都有存款大約20萬 都是永豐金 華南金 中信金的股東 不過對手柯文哲的 兩個未成年女兒 各有近十筆基金 和存款百萬 有700萬和900萬的身家 也是小富婆等級 北市長選戰 兩位選將被放大鏡檢視 都被必須接受考驗 記者李世健 陳雲文 台北報導